好 等姐妹让我们听上帝的说话以先来诚心祷告 慈悲典负多谢你给我们能够今天再次回到在教会里面一同的思想主理的说话 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同在无论听的、讲的都能够同蒙主的恩福 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掌握、认识我们怎样能够在上帝里面前的事奉合主理的心意 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敬拜听到的时间的恭敬交在主里手 祷告奉主耶稣很多德性的明知以及阿们 历年来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传福音活动 于是在这么多年里面教会发展出很多不同类型五花八门的一些传福音的技巧 好,是不是一件坏事呢?不是,是一件好事来的 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触不同的人去认识主的道理 但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原来传道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在于那个技巧的问题 而是在乎于传道那个人 究竟他基督徒的生命 他的本质究竟是怎样 如果我们缺乏了去了解这个熟灵的生命的本质 而他只是专注一些技巧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反而变得是本末倒置 今天我会希望透过这一段的圣经 藉着《仕途行传》的第十章 第一至到第四十八节 藉着这段的经文去重新掌握 传道者他们的本身的质素是怎样 预备到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作为基督徒 怎样是有着上帝的属性的生命 去发展福音的工作 所以今天这段圣经 我们希望透过全福音的发展过程 去重新监察我们基督徒的信德 简单点我们讲下第十章之前的经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当我们看回第九章的时候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福音的工作 已经扩展到去外邦人的群体的里面 前面我们已经开始讲到原来 作者路加不单止是将素罗的工作 或者他的改变 他的生命的改变 怎样信主之后所经历的一切 告诉我们 原来在原本的耶路撒冷里面的彼得 也都开始有一个很不同的侍奉 他开始也都去到不同的周边的地方 特别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沿海的地方 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 譬如若帕或者旅大这些地方的里面 去将主的道去传给一些当时在沿海地区 是外邦人或者有些是从外地而回来的犹太人 他们的群体当中 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 就介绍了一个这样的群体 而彼得也都被邀请进到去 那我们先回到那段圣经 好吗 我们去看看 在第十章的第一节里面 就告诉他们知道 原来有一个人 他在埃撒利亚 埃撒利亚是一个什么地方 是距离若帕港以北 大约是五十六公里的一个大城市 这个城市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城市是当时的政治 是经济以及军事的重地 因此有不同的罗马的政府官员 甚至我们所知道的希律 都是在埃撒利亚有他的行政机关的运作 有一个人物在这个地方 这么重要的地方里面 他的名字叫做哥利流 在圣经里面记载第一节 告诉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伯夫长 意大利营很明显的 就告诉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哥利流 他本身不是一个犹太人 他是一个从外地 甚至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意大利裔的一个 或者意大利籍的一个人 他来到带着罗马的军队 作为军队的首领 是一个伯夫长 伯夫长基本上是什么呢 大约是管理六百个的军队首长 本国人来说 他是一个从外地 而来到巴勒斯坦地 代表着罗马政府 要在这个地方 有他的政权的象征 那换句话来说 这个是一个外邦人 但是这个哥利流 他却是在圣经里面的介绍 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在第二节 他这里说 他是一个虔誠人 而且他虔誠到一个什么地步 不单止他自己是一个虔誠人 甚至他全家人都是敬威神 多多地去周祭身边的百姓 并且常常地祷告 向上帝祷告 来到这个介绍 我们就觉得很特别 这个人物 他的情况很类似 我们在先前在若帕里面 认识过一个女的信徒 叫做大彼大 他虽然他是一个 粗希列画的群体当中去侍奉 但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 他都明白到 在当中要见证上帝 所以他借着他的能力 他可以做到的社会工作 他愿意腾出他自己的资源 去行善 而且是怎样 是讲行善 多斯洲祭 在第九章第36次有介绍 来到第十章里面 我们同样看到圣经 介绍另一个 原来还老远的官员 亦都有这样的表现 而且不单止他自己一个 而且是他整个家庭 都是这样的情况 直接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开始就发觉到 原来上帝的福音传开 已经不单止 规限在犹太人的群体里面 原来扩展到一些 非犹太裔的人士当中 以这些人 亦都不知道什么的缘故 他们去认识到耶和华神 有旧约的教导在他们里面 于是他们秉行 旧约的教导去依靠上帝 周制穷人 并且希望贴近神 在这里我有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去问 单纯旧约是否足够 我们可以得着救恩 但在圣经里面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想 但从旧约的神学里面 我们知道旧约的经文 是足够给犹太人 或者希伯来人去明白 认识上帝 因为他们和上帝的关系 是截然不同 但作为一个外邦的人 当他去接触到上帝的道理 或者读到旧约的圣经的时候 他们究竟能不能够靠了旧约 可以去认识上帝 全面去了解上帝 做不到 所以在旧约的圣经 对于新约的时代的人 包括你和我一样 我们能够得着救恩 不是单纯我们说 守到旧约的规矩 或者他的条例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 我们有一些的距离 所以为什么上帝 特别要派他的独生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就这个救恩 让我们作为外邦的人 我们可以去更深 更全面 整体去认识 我们这位的上主 但无论如何 戈利留是一个 上帝很尊重的人 好像在仕途行传的里面 我们所认识的一个 从埃塞俄比亚来到的太监 一样 他都有旧约的圣经去读 不过他不明白 明白一些 不明白一些 怎样才能全面明白上帝的心意 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启示 所以我们在仕途行传的先前 我们知道 这个从埃塞俄比亚的太监 他就像肥利 可以认识上帝 并且透过所介绍的耶稣基督 将整个上帝的心意 拯救的意思 介绍了给他知道 他愿意受证 愿意委身 来到这段圣经 我们同样看到 哥利流 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甚至更加的贴近神 他天天祷告上帝 并且我们在这里看到 他能够经历一个神迹 这个什么神迹 我们看看 在第三节里面 或者我们打开之后 我们一起读一读 从第三节 我们一直读到第八节 好吗 好 我一起读一下 有一天若在身错 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尽去 到他那里说 哥利流 哥利流就定睁看他 怕怕说 主呀什么事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的面前 以蒙记念了 现在你当打发人王若帕去 请那称呼比德的西门来 他住的海边一个笑皮像西门的家女 防止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 哥利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尚事后他的一个虔诚兵来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 他就打发他们王若帕去 哇 我们发觉原来一个非犹太人 他很想亲近上帝 亲近到一个地步 甚至有神迹显然在他身上 这个也是正正在路加 无论在路加福音 以至于士图行转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上帝要人认识他 很多时候只需要你愿意贴近神 上帝就愿意跟你交往 甚至到交往到一个地步 他用一个神迹显示 告诉你 你应该如何去跟全面认识我 怎样 在这道圣经告诉他 于是他透过神人 去到哥利流的家中 向他显然 告诉你 你现在要做一件事 你做什么事 你要去到 在约伯的地方 就是走回向南 然后去到那地方 在哪里 在一个在海边 住在一个笑皮像 叫西门家里面的人物 然后你去那里 请他过来 请他过来做什么 后来我们知道 原来请他来 去讲解圣经 讲解的真道 给他知道 借着耶稣基督的道理 将他一向所认识的旧约 将他打通 上帝在整个的带领人信主的过程当中 他是作为一个主导的身份 不是我们 只是上帝的工作 不过我们更止去看看 有一件事 每一次我们读到 在《仕途人传坏祖路加福音》里面 都有一个我们今天称之为 WOW FACTOR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WOW FACTOR 很诧异的事件会发生 很诧异的事件 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在《勞加福音》和《仕途人传》里面 经常出现这一点 如果我们去看 在《勞加福音》里面 介绍到耶稣基督出世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会经常接触到一个字眼 叫做 很诧异的事件 很惨异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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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在《勞加福音》里面 当天使向到 《马利亚》显现的时候 要介绍 告诉他们知道 你将要怀孕生子 这个怀孕的过程是透过性灵感应的 有没有留意到 在《勞加福音》里面 《马利亚》听到之后 她的心里感到很差异的 她是一个龟女 她还没过门的 和其他男人没有性关系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我怀孕生子 哇 搞不定的 在一个人平凡的生活里面 《勞加》每次告诉她 上帝就要做一些歧视 在你身上 所以当我们去看见 当《马利亚》向她的丈夫 若失去说到她会怀孕生子 她的丈夫又怎么样 哇 这件事真是很奇异 不过每一次很奇异都好 他们没有把这件事忘记 圣经每一次都说 在《勞加》的记载 她将这事藏在心里 继续思想 来到这段圣经 我们看看《哥利流》 当天使向她显现的时候 定睛她看着 她第一句就说什么 很惊怕 《勞加》医生在这里介绍 给我们知道 描述到这个《哥利流》 忠实 她和上帝的关系很亲 你看看 她回答的时候 主啊什么事啊 好像朋友一样 好像你的死党走过来 跟你说 有些东西找你 你说什么啊 有什么事找我 很亲近的 不过 都是惊怕 可以回答这句话 但当她惊怕的时候 她怎么样 介绍她怎么做 她怎么样 哥利流 照着一模一样去做 所以我们看看 哥利流 当她听完这个异象之后 她真的照着她的介绍 猜怕她的一个最近身 并且 献成 跟随她的兵 在第七节里面说了 派这两个的家博 和兵 和去按照这个天使的啟示 去到约伯邀请 让彼得来到他当中传道 圣经很快 从第一节到八节之后 一跳就跳了去 我们去看看第十七节 当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这两个人 直着哥利流的猜派 就去到约伯的西门的家 我们一会儿再看看西门 当时在做什么 去到敲门 敲门之后 就找一个称呼为 彼得 又是西门的 住在哪里 我们知道 彼得本身叫西门彼得 于是彼得 找到他之后 就说 这三个人来到他找你 藉着这个时候 我们又看看 去到第十九节 彼得 原来之前 发生了一个异象 在他身上 我一会儿详细再解释 但是在他想着 这个异象的意思的时候 圣灵就向他说 有人来找你了 你就跟着他去 因为你去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是我猜他们来找你 于是彼得就立刻下去 接触这些人 就问他 什么事你来找我 然后这几个人就会说 伯父长 哥利劳 就是那个从埃撒利亚 那个人 他派我们来 去请你去他家 听你说道 有没有 留意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基督徒 不是做好人 这么简单 在上个主日 我们说过 信主有几个层次 第一 我们听了上帝的道理之后 按照上帝的道理 去遵守主的道理 行善 做好人 但是做好人 不等于基督徒 做好人 不等于你 一定是一个基督徒 来的 只要从做好人 一个义人 这个层次 就是人看上去 你也是很好的了 只要挑尊去做一个 虔誠 认识上帝的人 成为神的儿女 是需要上帝的道理 在里面去否释 让你去明白的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你永远只能够沉迷 在一个做好人的层面 甚至有些人是利用做好人 去控制其他的人 我见过不少的 我相信你也见过不少的 有些人直接做好事 收买人心 派很多的利益给其他的人 希望你跟随他 拥护他 做好人 其实 你有钱就可以做好人 你没有钱也可以做好人 问题就是 做好人 可以是一个罪人 你能不能跳上去 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去认识主的道理 并且成为神的儿女 你必须要打通你对上帝的道理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你明不明白上帝是如何为神 但当这三个人来到找彼得之后 彼得于是如何接待他 我们看看第23节 23节彼得是如何 请他们进入去 然后住了一宿 第二天才和他们离开 我们看看 彼得是一个什么人 首先他住在哪里 是不是他自己的家 不是的 他住在哪里 住在别人的家 哪个人 一个笑皮像 叫西门的人 在家 他们同样叫西门 不是代表他们亲戚的 他们同样叫西门 因为西门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 西门甚至有一个在行邪述的人 都叫西门 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 第七章 但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 看见原来基督徒之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维系基督徒之间的见证 就是我们能够彼此接待 我记得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教授 他教我们教会历史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一番说话很重要 他做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你愿意接待一些他有需要的人 他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 你连接待人都不想接待的话 你做不到基督徒 而作为传道人的 他说如果你不想接待人 你索性就不要做传道人 在这段圣经里面 我发觉原来比得住 在这个叫做笑皮像的西门的家里面 人家当他像自己一家人一样 西门也都觉得自己是他一家人 因为大家在属灵的关系上 已经成为弟兄姊妹 彼此的交心认识 同样所得的一切 就等同于大家共享 这个就是在士图人传之前所说的 这个叫做梵物公用的实用 诸子弗比得能够邀请这三个人 住下来一晚 然后第二天就和他去到埃撒尼 去到埃撒尼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从第36节开始 去到48节就介绍了给我们知道 那我不再读了 因为这段圣经也很长 这段圣经说什么呢 这段圣经基本上就是说 比得去到哥利喽的家庭的时候 就和他们讲道 并且最后看到一个上帝 原本只是发生在犹太人信徒身上的事 就是圣灵降临 这个记载在第10章第45节的经文里面 当他们一听完 比得讲完耶稣基督的道理 打通了他们一向对旧约的理解 重新把生命和上主能够交心接触的时候 圣灵在这个时候降临下来 弟兄姊妹 在这里发生了另一件事 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我们今天所看的题目就是 从福音的发展 如何看基督徒的信德 如何看到 我们看看 在这里发生了另一件事 当比得去到埃撒尼亚的时候 进入到哥利喽的家的时候 一去到哥利喽的表现 是很紧张 很想把彼得视为上宾的招待 而彼得当时看到哥利喽的回应是不恰当 于是他作了一些纠正 一会我们再详细讨论这一点 不过我们先去看看这一段圣经 原来当我们作为一个传道的人 不是只是教人去前手 旧约有什么规矩 至于圣经有什么条例 你守着你就等同一个好的基督徒 不是的 我们要将那个福音 积着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生活 和他所解过的道理 将他打通 让人的心能够和上帝结裂 好了 当彼得愿意做这件事之后 原来正是对彼得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回来看看第九节 当彼得去发现到他需要去做这个见证的事情之前 我们发现到第九节 就说到彼得原来同时有圣灵 有第二件事是跟他交往的 当彼得很努力地希望透过邀请彼得这件事的时候 彼得原来同时发生了一个神迹异象在他身上 大家好像在这里说 当他仍然是住在西门的家里的时候 约在午证的时间 即是吃饭的时间 他就上到这个屋顶那里祷告 很正常 一个牧者经常为信徒祷告 为上帝的事去祷告 亲近神很明很清楚 圣经记载第十节 说他在这一刻觉得很肚饿 想要吃东西 而家里的人正在准备吃东西的时候 即是说他肉身最需要的时候 心又想吃东西 肉体又需要吃东西 肚饿 在这个时候 家里有人煮下饭 彼得就有一个异象发生在他身上 他看到天突然开了 然后一些事就发生了 有一密降下 好像一块大的布一样 在这块大布的时候 然后他四个角就钉在地上 然后上面就载满了一些动物 这些动物分别从天上和地上而来的 天上的就有飞鸟 地上就有些用四个脚走的走兽 还有一些昆虫 圣经在这里说 按照在旧日圣经里面 特别在《创世记》第六章 和《里美记》当中有规矩 有些动物是属于不洁 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的 不可以吃的 不应该吃的 有些是应该吃的 上帝明明是性结的 结症的 可以吃的 在这个时候 彼得却听到一把声音跟他说 彼得 起来 宰了吃 彼得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他马上就回应第十四节 他就说 主 我不能够吃的 为什么 他说 因为这些食物 凡是俗的 不洁症的 我都不吃 而且我从来都不吃 彼得又说了 在律法上他牵手 《旧约圣经》说 不准吃这些东西我就不吃 而且他传统 他的习惯都不吃这些东西 挺好的 不单只教听 并且肯去做 他合不合情理 合不合情理 合不合情理 有时候有些东西很合情理 不过我们继续看看这段圣经 有第二次的声音又向他说 他说上帝所结症的 不可以再当是俗物 接着圣经说连续 向他说了这个指示三次 包括之前这两次 那些东西就收回上天 但这段圣经很多基督徒 经常都误解 怎么误解呢 误解为 彼得很不听上帝说话 有没有听过 彼得真的不听话 上帝叫他吃的东西他不吃 大姐姐妹 如果你爸爸妈妈叫你做事 你不做 你还要说出很多理由 顶他 那这些是不是不听话 不是 大姐姐妹 这段圣经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不听上帝说话的解释 观念 把他拔走了 因为首先我们要明白到 如果这件事 被他拒绝不吃的时候 是上帝不起穴的呢 上帝应该有一个谴责的说话 这段圣经看不到有谴责的 我们反而看见什么 第十七节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 不知道究竟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就是在反复思想 熟不熟 刚才所说过 在《路加福音》里面 当玛利亚要被天使告诉他 你要受圣灵感应 他都不明白的 很猜疑的 好像先前我们所说到的 哥利留当天使跟他说的时候 他同样猜疑的 差异是什么原因呢 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 值得我们思想的时候 彼得不明白这件事 上帝没有谴责他 反而促使了他反复思想 弟兄姊妹 刚才说过 我们有时候人生有很多的事 是我们习惯了 但上帝 值着路加医生 在路加福音和笑头行转 都将这个所谓 差异的观念 Wild factor 放下来 在这段圣经里面 是什么作用呢 是要将我们固有的思想 傳统的想法 习惯了的想法 甚至于我们认为 好像很合情你的事情 如果上帝有事要在你身上做的时候 你应该去反复思想 上帝 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不同了呢 为什么你突然要我这样做呢 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有没有去想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弟兄姊妹 当我们留意一下 在仕途行转里面 所有侍奉主的人 他不是一个傻瓜 没有思想的人 基督徒不是一个机械人 基督徒不是一个 只是说话 就照做不想法的人 我们看看 就算是在素罗信主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素罗信主之后 去到大马仕夹 在大马仕夹城里面的人 当上帝说要他去接触的 其中一个人在大马仕夹 你去接触这个素罗 他都说 这个是害我们的人 当我们再看到 后来素罗去到耶路撒冷 做了基督徒之后 他希望跟当地的基督徒联络 有紧密交通的时候 那些基督徒说 不对啊 上帝这个人害我们的 可不可以想事情 弟兄姐妹 基督徒不想事情是不行的 基督徒不是一个呆老拜仇 你叫他来拜 你就拜 你叫他跪就跪 不是 你要想清楚 什么原因我要这样做 所以当我们来到这段圣经 看看 无论是哥利喽信主的过程当中 上帝要借着天使向他显然 或者来到这段圣经 彼得耶稣的大弟子 要他传道 在开始这个异象 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给他看 突破他自己的生命很多的惯性 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实践 很多时候上帝在什么时候 要我们突破我们的惯性 是不是在你很风生水起的时候 才要你突破呢 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 什么时候给他一些东西吃 在中午的时间 他真的肚又饿 心里又想吃的时候 上帝就做这些什么 不洁的动物给他们 吃了它 起来 烫了它吃 弟兄姐妹 上帝在什么时候试炼我们 什么时候被突破我们 是在你和我 最有需要 甚至可能最软弱的时候 他就试你 很多基督徒来找牧师 在什么时候找牧师 你知道吗 在他自己最不妥的时候 才来找牧师 他在好的时候 我自己做牧会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 我自己最痛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殉徒好人好者的时候 他就不会来找牧师 不会来找我 他什么时候来找我呢 他在很多坏了的情况 搞不好的情况 他才来找牧师 其实这种观念 和拜王大仙 拜其他异端邪神 这个观念没有分别的 你们有没有留意 很多人什么时候才去品神 不行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什么时候才祈祷 什么时候叫牧师祈祷 牧师说我搞不好 最近有一个信徒来找我 我没有见过他十年 没有见过十年 他走来跟我说牧师 你要为我祷告 我今年撞了四次车 你快点跟我祷告 我想他怕有第五次 还有他说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为我祷告 没事就不会来找牧师 像不像 没事就不会去找上帝 弟兄姐妹 开心的时候 享乐的时候不会去找牧师 牧师你来不来吃饭 你来不来去享受 不会的 通常什么时候会找 牧师我搞不好 你就找我 这个现象不仅是加拿大 世界各地的信徒都是这样的 当他不行的时候 就去品神 上帝在这个时候 正正就是要粗练一个人 看他信得的情况是怎么样 突破那个思想 突破那个思维 就是在这个时候 弟兄姐妹 上帝为什么在之前要祝福我们 你有没有想过 上帝祝福我们 是为了 就是今天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用那些祝福来支持你继续行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 不是的 有祝福我就收了 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就走我自己道路 上帝 你不帮我自己走 我觉得他的翻译不是 他的正是猜疑之间 中文的翻译也不准 正式这个字 是他有些不明白的时候 有些矛盾的时候 他尝试想想想想 上帝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个时候 哥利留派了人来 圣灵有叫他跟着他去 当去到的时候 我们留意一下 我们跳下去看 跟着的 第28节的经文 当哥利留 他这两个人 邀请了彼得下去的时候 他就跟他走了两天路程 在第24节那里说 走到埃撒利亚之后 原来我们知道 哥利留老了 已经做了很多预备 邀请了很多亲友 他就没有等候 彼得来到他讲道 我们看看第25节 好吗?大兄姐妹 我们一起读 第25节至29节 彼得一进去 哥利留就迎接他 苦服在他脚前拜他 彼得却拉他说 你起来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 见有好些人在那里罪责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大人和别国的人 亲近来往 本事不合理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 俗话不结正的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 就不推辞而来 现在请问你们 叫你我来是什么意思 于是 接下来我们看见 哥利留就解释 为什么他邀请 彼得来到这个地方 去和他们分享主的道理 接下来第34节 我们再开始一起读 34和35节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国国中所敬畏主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悦立的 但兄姐妹 彼得想来想去 想不明白 不过他没有停止去想 不断反思去想 上帝啊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 要给这些不热的动物 叫我吃 我不吃 你收回 没有问题 吃不吃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 上帝 你的心是怎么想的呢 弟兄姐妹 信主 不是未信主 在信主的时候要想 做了基督徒之后 应该更巧想 我为什么上帝你要这样做呢 现在我明白了 上帝你原来要告诉我们 有些事情 以前我们认为不应该做的 所以在这里说 本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是不来往的 但现在 彼得明白了一点 上帝要将福音 更广阔地去传给非犹太人 他们知道 是不是不传给犹太人 不是 仍然要传给犹太人知道 我们将来会看到 福音从这一点 去衍生更大的福元去传广 但是要接触的人 已经再不是犹太人一个族裔 而是包括了很多外国外邦人的军王官长 和群众 在这个时候 我们留意一下 彼得 他自己突破他的思想 他足以明白到上帝的心意 但是彼得他的突破 不只是停留在自己身上 有这个突破 同样在他身边的人都受突破了的影响 其中一个 一个立即受影响的就是哥利喽 哥利喽 对彼得是怎样的态度 当彼得一来到他家门口 他立即走向前 圣经说什么 走上去 跟着 迎接他 他跌在地上的前面 还在他脚的身边去拜他 真是 我不知道 希列文的人 为什么 这段圣经 当他这个行动 俯伏在他脚前 拜他 两个希列文的字 都只是用在一个场合 就是 敬拜上帝 哥利喽 见到彼得 他来到的时候 他这么热情招待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 他会将上帝的信息 带来给他们知道 他对他很尊重 但是当他的行为 俯伏在地 跪在他脚前 拜他 就错了 刚才我们不是说过 单纯旧约 是否够 可以让他们去信主 特别在新约时代 不行 因为有些事情 对于外邦人来计 他看不通的原因 为什么这样做 他只知道旧约教 我对一个人很尊重 对上帝很尊重 我就去到他脚前 去拜他 好像敬拜神一样 但彼得如何回答 我们有没有留意 彼得的回答是 你立刻起床 而且他回答说 你起来 我也是人 第二十六节 这正正就是彼得 他的灵命 最大挑战的其中一刻 我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有人 他将你捧高 你高不高兴 曾经 我去过一次同工会 当时就有一个牧师 走到我身边 就问 我不认识你 你怎么称呼 我就介绍 我姓王 我叫Alan 黄牧师 你好 你好 然后我马上回答他 对不起 我还没有按摩 我不是牧师 或者你叫我做Alan 然后这个同工就说 不要紧 有什么所谓 我不是的 我未按摩 你就不要叫我做牧师 你叫我做传道就可以了 弟兄姐妹 但我却是见过不少的传道人 在未按摩之前 被人叫做牧师 他乐于接受 这件事件 其实不只是在教会圈里面发生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 你只是做一个老板的手下 有一天 你如果在公司 有人来探访你老板的时候 你刚刚就站在老板室的门口 然后人家就误会你 就走上来跟你握手 哎呀 陈老板啊 李老板啊 你不是粗口 王老板啊 那你怎么做 你是解释我不是老板 还是你乐于接受人 叫你做老板呢 我听过不少人 有这样的经历之后 都这样回应 他说 要不是我叫他 叫我做牧师的 他自愿的 他误会的 或者有些人这样说 要不是我叫他做 叫他叫我做老板的 又我没有叫他叫我做经理的 是他以为我是老板 他以为我是经理的 错是他 大兄姐妹 这个地方 对每一个基督徒 就是一个最好的 去试炼你的信德 是怎样的 你要为别人的误会去做澄清 是很重要的一个见证 你不是做那样东西 你不是那个身份 你就不要去承认 就算人家误会 你就要帮人澄清 如果你不帮人澄清的话 其实心里面 其实你想借着这件事 将自己抬起 就反映出 你是一个 怎样信德的人 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诚信呢 彼得在这个时候 不单止他自己 经历这个挑战 并且他要帮助 这个哥利流 去纽正他的错 不需要我们看一下圣经 当他还没讲道之前 陪着哥利流 一起走进去 他要预备见一班人 去讲道的时候 圣经说 他一路跟他走进去 27节 彼得就跟他一路说话进去 解释清楚 我不是神的 我也是一个会死的人 圆文圣经写得很漂亮 我只是一个人 不是神的 弟兄姊妹 这个正正就是你 和我见证 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重要时刻 亦都怎样去做见证 去帮助人信耶稣基督 有没有看到 原来整件事 都是发生在福音 发展的过程当中 原来上帝在做很多事 我们作为传道人 有没有在这个时候 不觉意地去 偷上帝的缸 自己去把自己抬举了呢 彼得没有这样做 他澄清 并且在这个时候说出 他一直不明白 现在他明白了 明白什么 上帝把福音传给所有其他不同民族 不同族裔的人 知道 所以他说 上帝不偏待人 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三十四字 弟兄姐妹 怎样上帝才能够再次呼召 在各国当中 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 能够回来呢 就靠你和我 我将我们在上帝里面的熟灵生命 活出来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见证 只是一些技巧 我们所做的见证 只是一些花言巧语 说得很漂亮 但是你的熟灵生命 根本不是这样的时候 只是一个骗局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 回教会 不想回教会 因为实在比太多假的基督徒 欺骗太多 很多基督徒 在侍奉主的时候 乘机去掏上帝的光 把自己抬起 很多人怎么传道 上帝你看看我带多少人来信主 于是这些人要经过我 才去到上帝你面前 对不起 这些全部是偷上帝的荣耀行为 反映不到你的熟灵的信德 于是人家后来发现到的时候 你又怎样会信主呢 甚至那个污辱上帝的名的事情 屡屡在这个世界中发生 彼得帮助哥利流 去明白到你认错了 不要把人认了是神 没错你可以很尊敬我 不过你尊敬我的同事 你要认准 哪一个才是你相信的 不是我比特 而是上帝 于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比特就向这帮哥利流的家人 以及他去将主的道理 清楚地去传开 所以这个就在我们所看见的经文 他讲道里面陈述了 包括哥利流解释 他自己为什么会叫比特 来到他家里面去听说上帝的道理 并且在之后我们也看见到 如何借着比特的广道 将他们从旧约的思维 行善 即得等等这个观念 提高到一个层面 我们先重新去看看 哪一个才是将我们与神的关系 修和起来 是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 借着他的名 我们才可以进入到上帝的生命当中 弟兄姊妹 这篇圣经 说到这里为止 我们学到什么呢 来到第十章里面 司徒行传 告诉我们 福音从这个开始 就要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第二阶段已经完结 第三阶段开始 第三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传到地极 怎样才能传到地极 信徒的生命一定要打好根基 才能传到地极 这班犹太人的信徒 这班从外地而来的信徒 从外地回流回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信徒 等等他们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 就是他们知道上帝的心意 是将福音传开 不是只是给犹太人 是给所有世界里面 每一个愿意认信神的人 愿意敬畏上帝的人 并且愿意行义的人 并且愿意行义的人 不是因为种族的问题 要打破这个观念 才能够从这一点突破进到整个 罗马世界 并且地极当中 没有这段圣经 没有这个神迹 我们看不到 所以彼得所见的天降下的大部 这个神迹 其实正是要让你和我今天 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受惠的 弟兄姊妹 但在这个情况受惠之下 我们的信德 我们的属灵生命 有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的生命 每次往往见到困难 我们缩回头靠我自己 我们叫信主吗 当我预见 可能我失业 可能我失学 可能我失戀 你失败了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回来才找上帝 甚至有时候我不管上帝 我自己来了上帝 你是什么信德 你是什么属灵生命 能够见证主吗 这段圣经告诉我 你和我在这个情况之下受惠 你和我的属灵生命 都要找突破 什么时候突破 是你最困难 开始有矛盾 不明白 那个时候 就是你生命突破的重要时刻 上帝是故意给我们这些东西 如果你把上帝给你的操练功课 扭转成为 只是为自己重新找自己的人生路 只是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走的话 对不起 你其实没有配得去将福音 从耶路撒冷 由太传地传出去 直到地极 所以这段圣经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值得我们去学习 是我们去学会如何在上帝给的功课里面 我们去很好的经验和学习 从而预备进入一个万变的环境当中 去将主的道活出来 今天上帝没有叫你和我走到老远传道 上帝叫我们从一个教会 将入到非教会的层次去传道 你今天所工作的环境充满了不信主的人 是不是 你有没有将你从这里所有的 操练到属灵生命 带到外面 在非犹太人 非信徒 非有真道的世界里面 仍然见到出来 并且向那些人说 虽然你不是犹太人 上帝同样是不偏代理 这段圣经 今天对你和对我 是很重要的功课 亦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假若今天你是在走一条 只是凭自己的道路 去面对自己的困难 困逼的时间 这段圣经照你回来 有没有想到上帝如何在期间 操练你 预备承接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更有效去见证他 因为我和心徒 慈悲的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今天 藉着这段圣经 可以看到原来在全道的生命 生活里面 原来对于我们的信德 是有这么大的学习和挑战 而这些学习挑战 也正正是要围着我们可以进一步 去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这些学习的重要学习的场所 靠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这些光景里面 不会迷失 重新看到只是自己去面对 我们反而要看到 原来上帝你更加要借着这些经验 去让我们学习更稳固在你的当中 求你与我们同在 而是 啟明我们的心思的软弱 帮助我们 能够全面了解 上帝你如何造就我们 去承担更大的职份 我们将这段时间 这段经文再次要求你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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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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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